我们现在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城市阿什凯隆 以色列离加沙地带北部最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就在这里 刚刚我们进入的时候也是看到有武装直升机在空中巡逻 一般来说以色列的军队对加沙地带北部发起袭击 无论是空中袭击还是地面的军事行动 一般都是从这个军事基地出发 所以当地时间25号夜间以色列的军队对加沙地带北部发起地面攻击的这个行动 大概率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的 那么我们在现场是观察到相关的一个警戒的措施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 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个主干道一路过来发现它设置的关卡越来越多 对于过往的车辆来进行严格的盘查 不过我们今天一路过来的时候也拍到了相关的这个道路两边 仍然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坦克还有装甲车包括以色列的士兵 而且有一个新的观察 我们发现带有顶红的这个梅卡瓦系列的主战坦克的数量在增加 我们都知道梅卡瓦坦克它的防御性能非常的好 除了它的前部之外四周就是两侧也有非常好的一些防御的装甲 那么现在如果在顶部也加装了一个顶红的话 据说是可以来防御无人机自上而下的一些攻击 谢谢大家